傻父亲被诬陷,与幼女阴阳两隔,多年后女儿为其招雪,本期丽哥带来电影《七号房的礼物》,至少有些缺陷的大叔龙九独自抚养女儿一生,虽然生活不好但也幸福,年幼的一生非常喜欢美少女战士书包,但贫困让两人只能隔窗默默的观望,龙九知道女儿对书包的喜爱,他承诺等发工资便买下书包,就在发工资前一天,龙九和女儿再次前来观看美少女战士书包,亲眼目睹唯一的书包被人买走, 龙九焦急的走上去,上前阻止,摸着别人家小孩,并去托他身上的书包,看到这儿人家老爸不乐意了,直接开走,看着爸爸被打,懂事的一生哭着说不要了 第二天,刚发工资的龙九,恰巧碰到那个买走书包的女孩,善良的女孩带着龙九去往别的地方买同款书包,灭顶之灾就此降临,小女孩在前面越跑越快,龙九一路跟随,最后看到的却是倒地的小女孩,他急忙上前急救,然而这一切在路过的大妈眼里, 却是在猥亵女孩,他下了赶紧报警,龙九成了罪魁祸首,由于案件恶劣,他被推向舆论中心,死去女孩的父亲是警局局长,事情闹大了,警方想要快点结案 在还原案件现场时,龙九的心肺复苏被解读为暗凶和强吻,警察还让他脱自己裤子,说脱完就可以见义胜,这下龙九淫魔罪名彻底落实,此时义胜也来到现场,亲眼看见父亲被抓走,两人不停呼喊着对方,直到消失在彼此的视线里 随后义胜被送进福利院,而龙九被关在监狱,和龙九关在一起的有各种人,像龙九这样的强奸犯,在监狱里罪被不齿 刚一进来,他的社友就给他送上暴打大礼包,但傻傻的龙九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心中只有医生 一天,七号房的社长,应可以从监狱外带货遭人气狠,正当社长被偷袭之时,龙九替他挡了一刀,蒋一齐的社长承诺报答龙九的救命之恩 龙九除了义胜之外,了无牵挂,在社长等人的安排下,义胜跟着慰问演出的合唱班混进监狱,被张静纸箱带进了七号房 见面时间紧迫,跟爸爸见面不久,义胜不得不离去,可慰问团提前离开了,义胜只能留在七号房 就这样义胜和爸爸以及几个育游大叔住在一起,义胜机灵可爱,很讨人喜欢,可他还是必须离开 几人计划着第二次满天过海,两天后趁着慰问团再次过来将义胜安然送回,计划展开 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社长带着义胜穿过重围来到礼堂,看到的却是清一色的和尚,无奈之下义胜又被搁置在七号房 敏锐的监狱长很快发现义胜,龙九因此被关禁闭,医生再度被送到福利院 就在龙九在禁闭室里思念义胜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一位犯人突然纵火自杀,监狱长为了救出犯人神险火海 正在逃跑的龙九看到受伤的监狱长冒着危险将他救了出来 龙九几次的善良举动让监狱长和御友对他的案子产生怀疑 调查过程中,监狱长在龙九的犯罪陈述书中看到了疑点 他确信智商存在缺陷的龙九没办法写出这样言辞清晰的陈叔叔 御友也不闲着,在最后一次审判来临前,几人开始不断帮助龙九推演安情 再一次的推敲和模拟下,真相大白 小女孩并不是龙九所杀,而是踩在冰上倒地后,后脑着地当场死亡 而龙九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想要救女孩罢了 御友决定帮助龙九,监狱长的通融下可以随意进入七号房 大家帮助龙九写下案情让他备好,争取洗刷冤情 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 然而作为警察局长的死者父亲,明知龙九冤枉 还是把满枪怒火宣泄在他身上,直接告诉龙九 如果他不死,那么监狱就会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悲惨地死去 法庭上期待着龙九能洗刷冤情的众人,没有等来公正的审判 龙九为了保护益胜,选择承担所有罪行 等待他的僵尸死亡,七号房变得平静起来 益胜常去监狱看望爸爸,告诉爸爸自己的近况 监狱长和七号房的御友们对此同情不已 为了龙九妇女,在到来的一场晚会上 他们趁机让前来慰问演出的益胜和龙九 一同坐上了他们暗中制作的热气球月狱 可热气球勾在铁丝网上,计划失败了 唯一没有遗憾的是,行刑前,龙九和益胜度过了最后的幸福时光 最后龙九死了,益胜被监狱长收养 16年之后,益胜成为一名优秀律师 在监狱长的帮助下,拿到了父亲的卷宗 拿到卷宗后,益胜找到父亲当年的御友 在众人的见证下来到法庭为父亲招雪 天下所有的父亲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平时沉默不语,但内心世界无比精彩 为了孩子他们可以不顾一切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我是立歌,原作灯展,照亮你心